Hello大家好,我是王竹子,又见面了 今天和几个做社交平台的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大家就聊到了现在国内的约炮环境 社交平台其实说好做,蛮好做的 说难做也挺难的 好做是因为现在国内年轻人普遍精神空虚 但是精神空虚又是很难去填补的 精神和肉体总得有一个不空虚吧 很显然,满足肉体的空虚相对来说更容易一点 难做的是因为大部分活跃在社交平台的人 又不单单是为了满足生理欲望,尤其是女生 所以就会导致很多人玩社交平台 但长期约不到人,他就会对社交平台失望 其实我觉得男生玩社交平台的目的 还是相对来说纯粹一点 主要是女生的要求会比较难满足 所以就产生了一种现象就是狼多肉少 要说什么样的男生会受女生欢迎呢 那肯定更多人会觉得那一定是气大或好的呀 那其实并不是 对于男生来说,如果只是简单的约个炮的话 那么他们可能基本上看的只是外部的一些条件 比如长得好不好看啊 身材好不好,胸大不大,屁股翘不翘 简单的来说,男生是直线思维 他们约炮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欲望 所以在挑选炮友的方面的话 可能直接看对方的性魅力 但是女生还真不是这样的 气大或好当然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感觉 这种感觉很微妙 每个女生的点都不一样 这个得你们自己去掌控 平时也会有很多男生来问我 为什么别的男生能约到 那我自己呢,就是要么就被臭骂一顿 要么就是被拉黑 要么就是骂完以后再拉黑 其实我不用问,我也能猜到为什么 但是秉着负责的态度 我还是让几个人发了聊天嫉妒给我看 好家伙,句句才雷点上了 我可以给你们读几句啊 就是,首先最经典的就是 上来就,约吗? 我们是不是觉得人家女生 个个都是要约的呀 还有就是可能觉得白嫖不好 问人家女生,有偿可以吗? 嘿,你是不是觉得有钱就可以不尊重人 哎,这样其实是侮辱人的,知道吗? 就真的给了钱,你就是犯罪 学学法吧,我求求你们了 还有的呀,一上来就用一些促脾下流的词 会去称呼女性 怎么,你想学字母圈吗? 那你想学也得学金学透啊 人家字母圈S羞辱M 也是分场合分分寸的 而且那都是已经在确定了关系的情况下 人家都不认识你 你上来就侮辱人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还有一些啊,就是别人是聊天交友 哎,他们都是,他们是以机会友 上来什么话都不说 先发一张自己私密的部位的照片 你是纯纯性骚扰,知道吗? 哎呀,我真的没有忍住啊 我个人觉得呀,就所谓的有礼貌 不是说你去询问人家愿不愿意就是有礼貌 也不是说,哎,你愿意给钱就是有礼貌 而是你不把对方当成一个释放自身欲望的工具 当成一个平等交流的人 先礼貌的聊天,聊天过程当中 如果两个人都觉得这方面,哎,可以 那你就可以水到渠成 如果说你连聊天平等交流的这些过程都省略掉 那有谈什么尊重呢? 其实在我看来呀,有礼貌懂尊重的男生才能过女生的第一关 当然除了这一点,气大或好还是很占优式的 那气大嘛,这是天生的,想改变也改变不了 那我就不说了 但这个活儿,咱们还可以学习和提升一下的 那我今天就站在女性的角度,给男生一些浅薄的建议吧 第一个呢,就是前戏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于有些男生来说,前戏就会那么难 其实你只需要暂时的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 不要那么猴急 然后爱抚加亲吻就可以了呀 亲吻还需要我教你们吗? 爱抚的话,我倒是觉得到有点技巧 这个需要注意部位和力度 总体来说就是轻轻的抚摸加亲吻女生敏感的部位 比如耳朵啊,背部啊,胸部啊,力度可以慢慢的加重 但是最好不要太重 前戏的时间呢,其实也不需要太长 10分钟左右就正好 第二个就是过程里怎么找到基点 这个什么极浅一身啊,这些啊,我觉得不用太复杂了 今天这个视频里啊,就没有办法详细的说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不要一直用一个姿势 但也不要频繁的去换姿势 一直用一个姿势啊,谁都会腻 女生也会觉得你很无气 但如果频繁的换姿势,女生也不见得会舒服 相信我,到后面只会觉得很烦 你还在那泱泱自得,以为自己很会玩 其实一般我觉得来说,一次性爱 用四到五个姿势就差不多了 最后事后的安抚,对于女生来说 心理的感受更重要 千万不要说,结束了以后 我自己擦干净洗干净在那抽烟 我们要贴心一点 可以帮女生擦一下 然后抱在一起聊聊天 或者说抱去浴室一起洗个鸳腰液 这对于我们女生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 还有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 甚至是更久 那最后一种呢,就是有钱的 可能对于有些人会说 你一开始不是说了吗 说不是给钱就行的吗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女生看的是男生愿不愿意去付出 这跟有钱没钱 还有说给钱不给钱是没有关系的 女生嘛,总有点这种小浪漫的心理在里吧 你如果有点经济能力 然后你准备一些礼物 那当然会更受我们女孩子欢迎 是不是,会更讨我们女孩子喜欢 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加分项 但是如果你找了一个图钱的人 那这个人在意的只是会是 你给多少钱 你要是给少了吧 人家可能觉得不值 那当然也就不愿意 如果你愿意付出足够的物质 那当然你也很抢手 但如果说你找的是一个不图钱的对象 人家只是想玩一玩 选择自己满意的 能让自己开心的 那你愿意给钱也不要 对吧 那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真实的事 就是前段时间 因为我不是给大家也录了一期 说我那个海王朋友吗 那她其实在新萌平台啊 遇到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女生 那很想收人家做小M 然后跟人家天天的聊天 陪人打游戏 完了以后 也去花钱给人家这个那个的 最后就都不行 后来又拿了一张卡给人家 从那十万块钱说 这张卡给你 你跟我一段时间 那女孩子也拒绝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有时候女孩子要找的就是那么一点点感觉 你有那么一个感觉 在这个感觉的基础上 再去付出一些经济上面的东西 买一些礼物啊 会更讨女孩子欢心 但是有时候 女生就是很奇怪的生物 你知道吧 你有钱了 你花钱了 我也不一定喜欢你 那怎么着都不行 好啦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讨论一下 现在国内的约炮环境 到底什么样的男生才受女生欢迎 如果你一直找不到女生 那你可以其实按照我的方法去试一下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国内最大的开放式关系交友社区 西蒙之家 我是王竹子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再见